32岁香港歌手卢凯彤五日坠楼身亡,震惊各界,晚间经纪公司发文悼念,随后佳人也透过他的脸说发声。 今天他选择了离开,我们希望他在另一个世界得到平安。 卢佳人强忍悲痛透露,卢凯彤过去几年一直和遭遇症对抗,为此陪在身边支持,给予力量。 家人特别提到,卢凯彤一直勇敢地,用许多不同的方法去与这个病搏斗,包括出来跟公众分享自己的经验,希望可以帮到许多有相同困扰的人。 最好呼吁面对相同煎熬的人要勇敢面对,让身边的人知道并给予帮助。 卢凯彤是在2013年罹患躁郁症,并停下工作接受药物治疗,心理治疗,会在街上自言自语,手震发脾气等,每天睡不着吃不下,还会出现幻觉幻听等症状。 他立抗心魔在2015年重返乐坛,并在2016年夺下第28届金曲奖最佳编曲人,当时公开告白摄影师太太于静平,二人克服远距离相知相惜,他最近更接下审秀节目评审工作,就在音乐事业重攀高峰之际和家人天人永隔,亲友粉丝也大感冲击,陷入悲痛之中。